麻油爆炒老家 天冷补生 麻油雞姜母鴨 少不了这浓浓酒香 整罐米酒倒下去 懂吃的老饕就爱这一味 有阿嬷好心想帮孙女进补 却闹出笑话 孙女崩溃PO文 我的阿嬷让我差点酒精中毒 92岁老人家煮桂圆糯米饭 看来没一样 但酒味好浓 仔细一看 原来阿嬷用的是这一罐 珍藏16年 制造日期 民国96年10月的台酒 91%酒精 网友们留言狂笑 光看照片就醉了 91%酒精浓度 没比阿嬷年纪高 没事的 高达1% 酒水啊 吃得稀稀稀稀稀稀 祖传的那个 祖传的那个 好几代的那种酿酒 一般料理米酒酒精浓度19.5% 阿嬷用的酒精浓度高达91% 两款深色酒瓶 连级红色贴纸非常雷同 虽然可以食用 但必须加水稀释 烟酒公麦局十多年前早已停产 可欠阿嬷囤货珍藏已久 过量的酒精可能会导致食道灼伤 还有肠味道粗血 胰脏肝脏的发炎 幸好老人家用量不大 而且经过高温烹煮挥发 否则阿嬷对孙女的爱 可能要命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